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做可可蛋糕卷 并在蛋糕卷的表面 手绘一速郁金香 让蛋糕卷变得与众不同 千万不要被这个手绘图案吓到 其实它只比普通蛋糕卷多了一步 先来准备基础蛋糕卷的原料 5个鸡蛋蛋清和蛋黄分离 蛋清放入冰箱冷冻10分钟 50克玉米油中加入50克牛奶 混合搅拌一下 筛入50克低筋面粉 化枝子形搅拌 防止面粉起筋 最后加入5个蛋黄 同样枝子形搅拌成这样 光滑细腻的蛋黄糊 取出冷冻过的蛋清 加入1茶匙白醋或者是柠檬汁 先高速搅打出鱼眼泡 加入35克细砂糖 继续高速搅打 当蛋清变得发白 开始出现纹路的时候 加入5克的玉米淀粉 继续搅打 最后打蛋器转成低速档 像这样整理蛋清 直到变成光滑细腻的蛋白霜 提起来呈现这样的大弯钩 就打发好了 取出一半蛋白霜 先用蛋黄糊 用翻切拌的手法大致混合一下 再把它倒回到剩余的蛋白霜中 继续翻切拌 直到完全混合均匀 打开烤箱 170摄氏度提前预热 下面来准备手绘图案的用料 我把它写在屏幕上 先用玉米油 把可可粉和抹茶粉溶解开 取出一点点混合好的原色蛋糊 玉抹茶混合长生绿色 用来给郁金香的叶子勾边 把它装在一只小号的裱花袋里 碗中剩余的一点绿色蛋糊中 继续加入原色的蛋糊 调成这样的浅绿色 用来画郁金香的叶子 另外取一点原色蛋糊 加入黄色的食用色素 用来做黄色的花朵 碗中剩余一点 加入几滴可可叶 调成浅咖啡色 提前画好的郁金香图案 上面覆盖油布 先用浅咖啡色 勾出郁金香花朵的边 再用黄色填满两个花朵 用深绿色 来给郁金香的叶子勾边 并画上两只花朵的花茎 最后用浅绿色 把整个郁金香的叶片填满 这个油布是按照28x28高3厘米的烤盘 提前裁剪好的 画好之后 抽去底下的图样 把油布铺在烤盘里 放入提前预热好的烤箱 170摄氏度 烤一分钟 让图案定一下形 然后取出让它自然冷却5分钟 并把烤箱调低到130摄氏度 在绘制图案的过程中 把剩余的原色蛋糊放在冰箱冷藏区 可以防止消泡 现在取出冰箱冷藏的原色蛋糊 先取一半 与溶解的可可叶混合一下 再把它倒回到剩余的原色蛋糊中 同样用翻切拌的手法 快速而轻盈的 把它们混合成均匀的可可蛋糊 把可可糊从高处倒入烤盘中 也可以像我这样 先用一只裱花袋装上可可蛋糊 在图案的周围先挤上一圈 防止周围有小气泡 再把剩余的蛋糊从高处 完全倒入 烤箱底层先放一只烤盘 再把这个模具放在烤盘上 130摄氏度上下火烤30分钟 出炉后放在烤架上自然冷却8-10分钟 摸上去微微有点余温的时候 覆盖一张烘焙纸 像这样给它翻个身 揭出漂亮的毛巾面 一斤香花束印在了蛋糕坯上 转过来看一下 下面来做巧克力淡奶油加心 40克含糖黑巧克力 隔热水溶解 150克淡奶油中加入5克白糖 先打发出纹路 加入溶解的黑色巧克力 继续搅打到不流动状 在蛋糕体的表面抹上一层巧克力奶油 靠近自己的三分之一处堆出一个小坡 拎起烘焙纸一边向上提一边向前拉 像这样 然后用擀面杖卷起来 一边拉一边向下压 蛋糕卷就卷好了 再像这样用擀面杖或者一根长匙 把蛋糕卷收紧 然后放入冰箱冷藏一个小时 打开看一下 蛋糕卷就这样完成了 冷藏过的蛋糕卷会变得很好切 你可以切块食用 或者装在一个透明的包装盒里 作为朋友聚会的伴手礼 或者是节日生日的礼物 独一无二的手绘图案 满满的心意 非常的欲众不同 喜欢吗? 赶紧动手试试吧 我是唐莉儿 喜欢我的食谱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任何问题 请在评论区给我留言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